很多水果皮都含有豐富的營養素 但如果不小心吃進殺菌防腐劑 就會有致癌危機 沒關係 王老師接下來要教大家 正確的水果清潔法 幫你一次解決所有困擾喔 一般我們今天一項帶皮的 也呼籲大家 你不要以為你有削皮 你就不要不洗 之前台灣也真的有發過 發生這個社會事件 就是木瓜一削一削 結果它這樣一直削完以後 再去打木瓜牛奶給女兒吃 很有愛心媽媽下課的點心 結果吃了雙雙 那剛喝完農藥 因為它手一直削 一直削之後就摸到 所以切了切了打木瓜牛奶 這個真的還上社會新聞版面 對 所以你不要以為它這樣就很安全 其實葡萄的確是很多媽媽心中 就會有很大的疑問 說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把它洗乾淨 對 我建議大家 你買回來的 不管是進口或台灣本土生產 你就先用乾淨的水沖 先帶蒂頭 不要把它拔掉 對 整個都沖乾淨以後 用清水稍微泡一下 是 泡完之後 第二個步驟比較重要 就教大家 我們先用小蘇打粉 對 我們就把它跟家裡剩下來 這裡面自己有水了嗎 還沒有 我們先加蛋了 就是你用乾淨的水沖過 沖了一下以後 沖洗過 對 先拿過來 要整串還是這樣一顆一顆 要一顆一顆 一小串一小串 先不要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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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準備這個小蘇打粉 對 一般這個超市都有 就食用級的 你可以多 超市都買得到 就糕點麵包 對 要買食用級的 不要買錯 我今天 因為我們等一下洗這麼多 稍微多一點 一般如果你一小串 大概一大匙這樣 所以不是像我們平常撈鹽巴 那樣只要一兩匙這樣而已 要這麼大一個 多一點比較效果不好 鹽巴已經證明不效了 鹽巴證明不效 要有小顆大分 那我們就用一點這個檸檬 鮮的檸檬汁 可是現在檸檬有點貴 對 最近有點貴 我們可以用一點 會冒泡 對 我們用一點 天然的白醋也可以 比較便宜的白醋 對 這老師上次有教用檸檬酸 用檸檬酸 可以那時候都比較廉價 用洗的可以 一般我們可以用這個擠出來 大家體內環保對不對 對 剩下來我們就把它加在這裡面 我們再請捷檸檬汁 倒一點點水 對 開始 再加一點點水 好 還是建議用天然的檸檬 對 比較安全 因為檸檬酸 外面買的檸檬酸 有時候它會夾重金屬在裡面 所以還更便宜 對 對 為了健康 還是要自己來 對 我們就用這個檸檬 你看檸檬汁 它就會產生起泡 等於使用 再用剩下這個皮 我們幫它磨砂一下 就這樣刷 把它沾一點這個 讓它起泡的這個 那王老師 他要不要先泡一陣子再刷 還是直接刷就可以了 其實你把它刷一刷以後 你給它泡在這個 小數的水裡面 它泡多久 大概15分鐘 我會建議大概15分鐘 泡15分鐘 然後再清水 再沖洗 對 再把它拿出來以後 泡在清水裡面沖洗 我試過很多次 有時候我們這樣泡 包含不是只有葡萄 像番茄 這種比較光滑的蔬果 其實表面殘留的這些 包含農藥或一些粗草劑 你泡了之後 它上面會有一層 像油膜的東西 你用白開水 對 你只用清水 是不會看到油膜 是 你會發現其實滿明顯的 所以真的有把上面薄薄的 而且顏色不太一樣 已經太黃了 對 好黃 很明顯 所以就是說你把它這樣搓一搓 搓完之後 泡完清水才把這個蒂頭 把它先拿掉 要用乾淨的水沖過 對 沖完之後 整個用乾淨的水沖完 才可以把蒂頭拔掉 對 不然你這個時候拔 你看你在那邊泡 它就要好 如果用剪刀剪的話就可以了 但是最後再拔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像我們家 現在都喝檸檬水 然後我就會這樣 一顆檸檬這樣子切幾片 然後就丟到水壺裡面去 這個是不是在丟進去切 之前要先拔 妳還想要洗 對啦 妳老公會倒 對 很多人 妳老公 基本的這個問題 妳老公需要人工呼吸 她有洗 謀殺輕膚啊妳 她有洗 很難 妳今天叫我喝 她有洗 王大夫 妳命超好的 因為我老早認識教授 就用小蘇打粉在泡了 對 所以如果 如果妳要連皮去泡 或者是剛剛講 因為我們都想 像我這個洗完 我就敢連皮去打果汁 妳這個一樣就有油膨性的 妳還是要一樣用小蘇打 把它整個搓洗乾淨 就先把檸檬洗乾淨 檸檬還是要洗 剛剛英文擔心的就是說 如果說呢 他用的小蘇打跟檸檬 不是這麼多的時候 對 建議妳把這個泡洗的時間 給加長 加長 這樣妳就可以節省一點檸檬 跟節省一點這個小蘇打 所以 剛剛王老師說15分鐘 可以泡到20 25分鐘 對 是是是 好 那謝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王老師 謝謝 接下來要討論這個問題 要用很嚴肅的態度來討論 對 這個問題真的大條 怎麼了 什麼又什麼了 毀滅地球 所有的食物 好 那人類怎麼活 近年來人類生物科技研發神素 那基因改造的食品就因應而生 但它所造成的問題 以及後遺症就引發了許多爭議了 所以就有很多專家呼籲大家 盡量不要吃那基因改造的食品 但是市面上所販賣的 像我手上有兩包 一包是非基因改造 一包是有基因改造 你分辨得出來嗎 那像嘉柔你有常常喜歡喝豆漿 或者是你會特別去注意這一塊嗎 這兩年都 我以前有吃錯 這兩年很注意這個 所以我現在都會注意這個 非基因改造 像我豆漿啦玉米啊黃豆 只要黃豆之星 我都會選非基因改造的 所以如果他沒有寫說 它是非基因改造 你都不買 因為我以前不懂就這樣吃 後來發現 它其實每一個豆腐包裝都有寫 但它寫得非常小 所以我現在通通都是買 我甚至有時候去豆腐 還會買一些那個良心店家 他們自己在網站上自己販賣 然後他們就是用自己 台灣的非基因改造黃豆 它就把流程都給你講 然後把你栽培到家 而且有履歷的 對 我終於吃這一樣 真的來得及 那仁甫你都怎麼喝啊 我們家好像沒有在管這個 基因改造這件事情 是不是妳在管還是妳老婆在管 不是 是他個人沒在管 妳哪有在管 我們家哪有 我有在看好不好 哪有 有有 紅豆跟綠豆這個也有基因改造嗎 紅豆跟綠豆我沒看耶 我們家都會去煎腳店買那個 那個豆漿回來喝 對啊 豆漿店上面都會打著一個很大的字 它不像那個豆腐很小 它就打著一個超大寫 非基因改造 那就OK 那就OK啊 可是我們不會特別去提防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 不知道消費者跟我一樣的多不多 因為我真的不了解什麼 基因改造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所以並沒有對它產生有一些 好 沒關係 那我們來問一下媽媽好了 我們家吃超多的耶 可是我們通常都不會 因為像比如說 我婆婆常常會買的板豆腐 它就是放在板子上面 它也不會寫它是非基因還是基因的 對 然後像是嫩豆腐 我們都會拿來煮一些就是 豆腐湯 對 加一些青菜 加一些海帶 對 然後 就是你看光講我就開始口水分泌 玉米 玉米小孩常吃 玉米也有基因改造 有 我們都沒過進口嘛 就是一定會喝就是豆漿 然後它就會寫個什麼 非基因改造紅豆 可是其實說實在 我也搞不清楚 可是它有這樣寫感覺好像很好 非基因改造跟基因改造到底是 對 是怎麼改造 因為我看到都有寫說 有基因改造我可能也覺得是好的 因為聽起來好像 基因改造好像改造得很好 對不對 其實來講是某一個角度 大家會認為很好 比如說 你跟你那一半想要生一個小孩 這個小孩它有特殊的功能 或是長得特別帥特別大 對不對 可是你們兩個加在一起 不能長成這樣的小孩 於是把你的基因改造一下 或把你的另外一半的基因改造一下 生出來可能就變成這樣子 這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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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自然發生啊 但是問題是會有後遺症 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所謂 大的這個國家強國 它只要能夠掌控食物 掌控能源 掌控金融 它就變成大的強國 對 掌控這個基因的這個食品 因為這樣人口越來越多嘛 糧食越來越少 它掌控這個食品的時候 它就可以掌控世界 但是問題是怎麼樣 大家都過去不知道 這個基因食品的這個危險 因為基因食品 過去只要求說 在哺乳類的動物 做90天的實驗 如果認為它OK啦 沒事的話它就OK啦 只有90天 90天 那不準啊 現在你還講對了 當然是不準 這也就是為什麼 在去年的時候 有非常重要的一堆 國際的學術期刊出來了 法國以及歐洲 就有一堆學者 他就不相信這樣的事情 他就打破慣例 他連續的做實驗 做了兩年之後 後來發現呢 吃了基因改造食品的這些動物啊 他發現都會得到所謂的 因為他突破了這個情況 突破了這個實驗的這個時間 結果發現呢 女性的就是 女性的這個動物 他比較容易受到這樣的這個影響 所以他很容易產生 比如說這個乳部的這個癌症啊 或生物系統的癌症 反而是比較嚴重的 但是這個部分呢 後來也發現 對人也會有影響 所以實質上來講啊 基因改造的這個東西啊 你吃進去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天然的這個東西 對 當用到我們 它這個經過代謝之後 用到我們身體了之後呢 我們身體就會產生一些 不好的這個反應 除了剛剛的腫瘤癌症之外 甚至有很多會產生很嚴重的這個 過敏的這個現象 沒有辦法承受的這個過敏的這個現象 對 所以實質上來說 雖然基因改造的食品 解決了我們糧食不足的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讓這些農作物生長的比較快 甚至它有特殊的功能 甚至它有防蟲的這個功能 對 這種情況之下 但是你吃進去了之後 對人的這個身體 因為我們是 我們人是吃進來的食物所改變的嘛 對 轉化之後才變成我們身體的組織嘛 於是呢 我們身體的組織也變成不一樣 那我們要請問一下王老師 現在大家的概念就認為 豆類的可能有基因改造 其實聽說 已經蔓延到其他的食品 甚至就我個人小小瞭解 包括棉花 現在很多都已經基因改造了 其實 高營養價值的豆豆料理 就要這樣吃 毛豆其實就是黃豆 蛤 毛豆是黃豆 只要買毛豆 就絕對不會有基因改造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台灣種的 那我們就把它打成泥 好香喔 可是好香耶 但是它很清甜 因為我是用水果當啤酒 對 這都是天然的 而且這個會有飽足感 你這樣子直接配一些菜 減肥應該可以這樣吃吧 真的好吃的啊 沒有錯 來沒事 不是 這 herkes 識 好